县长许淑华在县议员唐晓芬陪同下 前往草屯镇双东里会看南坑道路改善工程 双东里长洪潮砖以及当地乡亲都到场关心 当地里民纷纷向许县长陈晴 道路均已年久失修而且路面均裂破顺 下雨时排水不易 恐面临水淹民窄的安全疑虑 许县长表示 位在双东里巴林的南坑道路路面 确实破损不堪 造成附近住民以及运动践行的民众 近处不便 会择油公务处紧速发包改善 让乡亲近出更加的安全便利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草屯的最后一站 相当来到南坑的农路道路 请感谢我们这些公里长也非常用心 跟我们的总代表 等于当地以来 只要我们从头大大小小的工作 都非常用心在提报 跟我们的唐晓芬议员就给我们建议 这条道路 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 我们这些市场 和小朋友都走到这条传统的农路 所以说希望把这条路面做一个改善 我们看到很多孩子都在这里游玩 所以刚才这个妈妈就提醒我们说 如果县政府可以赶快把这个道路铺设好 小朋友就不容易跌倒 因为常常有时候 在这里在这里插头的时候就跌倒去 市场也非常多 虽然是地地的一条 我们这些传统的农路 不过就对着我们的基民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这里 会把我们所有的基层的建议都做好 县议员唐晓芬 代表以及当地里长与民众 都十分感谢县长 以及县府团队的协助 解决当地多年来的民没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的双东里 那这些包括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农路 一个修缮 还有我们乡镇道的一个修缮 那因为长久以来 都将近快二三十年的一个时间 都没有把这些的农路 乡镇道路做一个修缮 那包括我们平常小朋友 在这边路上的行走 或者骑摩托车 骑脚踏车都经常发生危险 甚至有时候老人家长辈也都会跌倒 所以这次很高兴 我们县长来到这边 做一个现场的会刊 我相信说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道路完成之后 不只对我们的农产品的运输也好 还有对我们乡镇民的这些进出也好 都能够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善 那希望说能够尽快地来把它完成 许县长表示 这次会刊的农路排水 以及道路改善工程 确实有失作的必要性以及公益性 民众的小事就是县府的大事 县府在财政许可下一定全力发展各乡镇的基础建设 让民众有安全完善的生活环境 记者蔡世奇 草屯镇采访报道